玉师傅是嘉兴海岩渔城镇人 现在住的房子是2019年老房子拆迁后次建的 有四层半 2020年房子造好 2021年入住 他说当时房子南边是一个厂房 八米多高 今年4月这块地方开始动工 要造一栋高层建筑 从那之后他发现自家房子里的变化 我这个房子呢主要是屋顶 然后那个窗套 卫生间 还有外面的窗台 都有开裂的迹象 他们施工打桩 挖的时候震动了什么 引起有些这个情况引起的 现场记者看到 房子里有些地方存在裂缝 其中一间房的窗套出现了松动 玉师傅认为 这跟南边的工地施工有关 那怎么赔的话 应该说有专业机构 这个要做一下要多少钱 施工单位呢 他们他们跟我们说这个不关他们的事 施工现场有块工程盖矿牌 工程名叫年产1200套智能检测系统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竞工日期要到明年 建设单位是海盐德创电子有限公司 对于玉师傅反映的情况 建设单位一位工作人员回复了记者 检测机构给他们做了两次的检测 两次检测机构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产生任何的偏移和成降 我们旁边不是有个老横横横的旧围墙吗 那个围墙也没有影响 围墙上面是施工单位 他们自己做的一些 做的一个监测点 我们这个整个建造过程和施工 就是非常规范的 他们呢就是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防制造在前面的 对心理上肯定是不太舒服 那么跟镇里也帮忙协调 就是说 他们的其实意图是很明显的 就是要补贴 要补助 建设单位介绍 之前镇里也多次介绍 记者从余城镇政府了解到 项目开工后 余城镇鸳鸯村10名农户 以项目距离近 采光受到影响提出异议 相关人员开展了详细调查 并将结果答复给农户 该项目手续齐全 建筑建成后 满足城市建设工程 日照分析技术规程的 日照标准要求 检测报告未表明 农房房屋沉降 是由项目工地打桩引起 下一步 镇政府将继续协调双方调解 如无法达成一致 将引导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